有他在,我们刘家谁也活不了,太狠了,敢一手遮天,连我孙子写给奶奶的信他都敢扣 注意看,这个光着膀子背着金条的男人,真是景帝的弟弟联王 这小子有多牛,前一秒还和景帝拔剑相像,这回正哭哭唧唧的爬楼梯 其实之前天翻和皇后的运作,景帝基本已经不生气了 可这小子怕死啊,哪怕太后传召他过来 居然和迎接他的队伍玩失踪,躲回了长亭公主提醒 他就才关着膀子父亲请罪 梁王这是总算是平息,紧接着景帝先策封王美人为皇后,又将刘志策立为太子 可算解决了梁王的威胁,但这也仅仅是景帝帮刘志肃清环境的开始 无形罪是帝王家,景帝为了让刘车能够顺利继位 第一个要处理的就是废太子刘荣 说起刘荣这孩子也真是可悲,就因为丽妃脑子尽水的操作 害得他丢了太子位,回到临江当他的闲散王也多好 非要自己搞点事情来,很快就被廷尉制度抓到长安来 这刘荣还摆出自己诸侯王的身份 可这只读怂过嘛,他背后可是有景帝这个大号山,狠起来可是连自己都怕 分分钟就教会刘荣做人,一句打入死老把刘荣彻底下料了 得知刘荣被关起来,窦云有些坐不住,他虽然明白景帝这是在闹哪样 难道皇上为了保新太子才 皇上是怕新太子将来镇不住他 君主之位就好比是那个荆济之从 他能不为他将来一根一根的摘刺 可话说回来,他和刘荣毕竟识途一场 这点情分在,窦云也不能坐视不管 可刘荣太悲催了,制度如影随形地监视他 这书信还没写完,就被制度发现 随后他就交给了景帝,这景帝也是人狠话不多 直接下了一言查 可让这都没想到的是,毕竟地还狠的人 竟然是刚捞上皇后的王美人 他半路将至独拦住,直接夺走了书信 这都表示太难了,锤都能欺负他 但他转头就把气筒筒发泄在了刘荣身上 这刘荣毕竟还是个半大的孩子 正常人也没几个呕得住 不然没多久就上吊自杀了 都已经直接将这事告诉了太后 老太太瞬间怒了,这好歹是我的好大孙儿啊 是让你吓死的 本来嘛,教训教训他 没想到,他有点委屈受不了了 景帝还想辩解,这黑国还能怎么办 只能让这都来背了 又是那个制度啊 有他在,我们刘荣谁也活不了 太狠了,敢一手遮贴 连我孙子写给奶奶的信他都敢扣 大汉第一背国侠真是悲催 不仅被罚长贵在大殿外 还让刘车质乱小字揍了 真不愧是景帝的儿子 一怒之下都想KO别人 不过太子的坟头都在颤抖了 为了让太后消气 景帝直接将他罢免 可这情景是做给太后看的 随后,景帝安排他为燕门太守 这都瞬间感动了稀里哗啦 这是刚刚结束 人车那边又出了状况 太后要对他下手了 具体咋回事呢 我们接着看